現在是犯二刀法 二刀法是阿元之前最常用的 因為它好處很多 我們一樣先用我們的空白培養棉來當示範 二刀法呢 一開始會有一個濃度最高的區域 那在這邊 阿元習慣這樣子之後呢 就把你的入盆拿去燒 燒完之後我用紅色當代表 燒完之後呢 轉90度 看您慣用左手還是右手 轉90度之後呢 這邊拉一點點 拉一條數據就好了 理想上它從這邊拉出去 會把這邊的微生物帶出去 接下來一樣一去不回頭 那在畫的過程中這邊小心 紅色跟藍色的部分不要重疊 只要熟練以後這邊其實都蠻簡單的 那再示範一下三刀法 三刀法也是類似的情況 那我們從這邊開始 三刀法一樣先藍色來一小段 好接下來loop拿去燒 燒完loop之後轉90度拉一條線出來 發現這邊是錯誤示範 這邊不能重疊 這樣到這邊 好再一半 再去燒loop loop燒完之後呢 我們再轉90度 把剩下這個去一樣拉條線 這個在英文叫做Delution 就是越來越稀釋 越來越稀釋 好現在看阿元示範 好我們示範二刀法 二刀法呢 現在我用一個 這也是實驗的時候會發給各位的 這種東西叫做微量離心管 微量離心管 英文叫做Microcentrifuge Tubes 但是我們口語喜歡叫它Evendorf 因為Evendorf 是一家很有名的廠商製造這個 當然不只他們啦 好現在呢阿元來示範 故意用染料來試試看 好一樣用打火機 先燒紅 好燒紅之後呢 我們要插到我們的 混合菌液 這是現在是用藍色的染料代替 因為這樣子攝影起來比較明顯 打開 讓它稍微在空中冷卻一下 冷卻一下 好稍微 我是這樣 稍微轉一下 取一點菌液 好這很明顯是一個藍色的 那事實上各位做的時候不會看到藍色的 這邊是用染料代替 好 像 李老師他是喜歡用 倒過來用 阿元喜歡用正面用 各有各的優缺點 那阿元喜歡把蓋子朝 蓋子在下面 它的底端朝上 這時候拿起來 剛好翻過來 第一刀 好這時候蓋回去 然後 然後這時候看我的右手 因為我是用左手畫的 轉90度 拿起來 這邊也燒好了 這邊也燒好了 這時候 會看到一個紋路 會提升 好這時候 從疊的地方 拉一條線過去 這樣子就完成了二刀 現在來看三刀示範 我們再換一個新的培養名 那等一下我們正式做的時候 再跟大家講說 標記的時候 要標記在底部 而不是在蓋子 因為你的菌是跟著底部走 不是跟著蓋子走 你很容易就跟其他人 做交換 蓋子可以交換 但是菌會跟著培養名走 這樣淺顯易懂 好一樣 現在示範三刀法 如果沒有先叫興趣 就騎一聲 應該這一段有錄下來 好 取一段藍色的 第一刀 燒 燒到紅了 接下來 我已經轉90度了 好 降溫 拉剛才重疊區的一小塊 拉下來 好 停了 再轉90度 再燒 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攝影效果不好 其實各位在現場 從培養名拿一個斜角 就看得到 就看得到 就看得到已經畫過了痕跡 好 再降溫 再拉一條線出來 一樣剩下不重疊 把空白的面積給塗滿 這樣子三刀 就已經結束了 好最後 把loop燒掉 燒紅備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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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